第二集體,在白色光的照射下 多拉A夢的頭是藍色,眼珠是黑色,臉頰是白色,嘴巴是紅色 如圖所示,若該以藍色光照現,會呈現藍色的部分為何 我們曉得,白色光就是含有所有七彩所有顏色的光 我們也知道,東西不透明的東西會呈現藍色 是它只反射藍光,吸收其他的光 會呈現紅色,就是表示它只反射紅光,吸收其他的光 所以當我用我們的白光照射多拉A夢的頭的時候 它是藍色的,表示它就是藍色的 眼珠是黑的,它就是黑的,它會吸收所有的光 臉頰是白的,表示它可以反射所有的光 嘴巴是紅的,表示它只反射紅色光 所以改以藍光照射的時候,藍色只反射藍光 所以它還是呈現的是藍色 那麼黑色呢,就吸收所有的光 所以它呈現的呢,仍然是所謂的黑色 臉頰是白色,它會反射所有的光 所以藍光照射它去,它就會呈現的就是我們的藍色 它會反射藍光,嘴巴是紅色 它會反射紅光,吸收其他的光 所以藍光照射,它會被吸收掉 所以它會呈現的就是黑色 所以我們發現呢,會呈現藍色的部分呢 是頭跟臉頰,所以第二七題問我們說 若改以藍光,藍色光照射 會呈現藍色的部分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A,多拉M的頭與臉頰 謝謝大家